好 连线焦点同步带你来关心 这是呢 花莲恐怖民宿老板 用镇定还有安眠药 混在这提拉米苏甜品 还有啤酒 咖啡当中 来猥亵无谓的女客人 判刑12年定业 我们立刻把时间交给记者王嘉玲 嘉玲请说 好 主播在前年7月 一名理性男子在花莲市区 经营民宿日租套房 那么这一名老板呢 还自己担任导游哦 以住宿便宜 吸引了大量的背包客来投诉 不过呢 他就被查出 四度使用恐慌症者服用的镇定剂 以及安眠药 混在提拉米苏甜品 啤酒以及咖啡当中 让女客人喝了之后 昏迷不醒 意识不清哦 那么他在闯入房间 来强吻猥亵这些女客人 并且还将他们清洗身体 以免留下体液 那么当中呢 就有五个人受害 检井采烟被害人的尿液 以及剩余蛋糕 验出含有镇定剂 以及安眠药的成分 并且在理性男子的住处 以及车上搜出 含有相同成分的针筒 而一审法官就认定 理性男子恶性重大 所犯的四案呢 判刑二十年 应该执勤有期徒刑十二年 那么这一名理性男子 也认罪 没有上诉 而全案定验 目前呢 十月底的时候 他已经进到监狱来服刑 而花莲监狱也表示说呢 他在犯后呢 态度良好 目前已经被安排在 作业工作场来进行职业训练 以上为您掌握的最新信息 主播 好 花莲这个民宿老板 他猥亵五位女客人 不过现在目前确定 判刑十二年定验 谢谢嘉玲 连线报道